父亲驾车带母亲去叔叔家的路上 发生了车祸吹尾事故 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就变得很奇怪 孩子看见爸爸明明站在门口 妈妈却视若无睹 对他说明明没人 而爸爸提出带他去吃东西 也直接无视了沙发上的妈妈 关掉了房里的灯 把妈妈置于一片黑暗 第二天妈妈带孩子外出买东西 孩子看见爸爸坐在公园长椅上 心事重重的抽烟 忍不住叫了声爸爸 妈妈只好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爸爸已经不在了 今后他们母子要加油活下去 孩子回头望了望爸爸的身影 脸上浮现出犹豫 更让他愁愁的是爸爸的态度 洗澡时 爸爸一脸凝重地对他说 那场车祸是妈妈没能活下来 孩子僵在原地 心里像一团乱麻 后来妈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剪刀 孩子怯弱地建议道 我去问问爸爸 在爸爸的指示下 妈妈顺利找到剪刀 孩子欣喜地自荐 说既然无法看到对方 就由他来充当父母间的传话筒 但父母的感情并不好 讲来讲去都是抱怨和怪罪 妈妈进房后 爸爸让孩子传话说 妈妈不在了 真是太好了 孩子无奈 只好小心翼翼地付述给妈妈 妈妈心一横 让他回去传达一句十分绝情的话 爸爸听完后勃然大怒 抬手摔散了孩子的拼图 大呼小叫起来 孩子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急得直掉眼泪 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被生生撕裂 终于昏了过去 醒来时 妈妈正搂着他 柔声向他道歉 等妈妈走进厨房 他才看到一直坐在沙发的爸爸 从那以后 孩子再也无法同时看见两人 父母向再也无法交集的两个世界 逼他做出抉择 孩子半夜腿躺地跑到公园球前掉眼泪 见妈妈走来安慰他 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妈妈 选择和妈妈一起生活 再也看不见爸爸了 结果 妈妈反倒开始担心了 他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 孩子告诉医生 爸爸出车或去世 医生指了指他身后活生生的父亲 问道 那是谁 孩子盯着看了半天 说没有人 原来感情破裂的父母 都当对方死了 还强行把孩子拉进他们的恩怨 让孩子的内心蒙受巨大的阴影 孩子的心理问题 反而成为夫妇的另一种羁绊 让他们彼此反省和同情 尽管孩子的世界依旧看不到父亲 但夫妻二人却得以重新相敬如宾 这也许是天真的孩子 为了父母的感情 做出的自我牺牲吧 我认为何我能会认为我 是天真是天真是天真 天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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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 好